你們的心意我全部都收到 放心吧 我會頂住 我會捱得過 你們都要好好照顧自己 我很快可以出來 等我等多一會那麼多 今天操機真的操得飽 但突然間悔了一下 在這裏 真的很難捱 這些負面的想法真的會無緣無故彈出來 不過我是不會那麼輕易被這個地方擊敗 我兒子很有責任感 有這樣的責任感 走到他現在要留學 只要記住 不要弄髒香港人這三個字 因為這三個字是很特別的群體 你揹得起這三個字 就要揹得起這個責任 你怕去從我身邊我 香港人 加油 多謝大家的參與 希望大家也可以不知想怎樣 這個集會其實是想連結 台灣 海外和香港的港人 因為現在港人四散各地 其實大家都忙著融入不同的國家裏面 但同時我們都希望大家記得我們是香港人 另外其實留在香港的人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包括很簡單的集會 和平集會都不行 所以我們是要替他們集會表達我們的意見 最後就因為知道2022年的香港人過得非常之不好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世界想怎樣 不知道自己的心想怎樣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集會的不同嘉賓的分享 令到大家由不知道想怎樣 變成整走個口指邊的不知道想怎樣 即是我知道我自己想怎樣 漂流記都是做社訊服務的 始終心裡最掛念的都是場內的手足 都明白在海外大家忙著各種不同的事情 寫信的動力都比較低 藉著不同的集會或者活動 都想跟大家去溝通 去連結 當中透過無論是MC的講話 或者是嘉賓的分享內容 其實都有不少是跟場內的手足有關 希望大家感受到 本身那種好像被生活衝到 不是太記得的那種心 那場內手足其實都很等著我們去關心他們 所以就藉著這個機會在這裡收信 除了今次之外 都希望大家會繼續寫信 其實我有很多朋友都被捕 甚至有些都離開香港 都是希望他們要注意健康 注意健康 注意運動 要有適量運動 要有時間和許可的 就多些閱讀報章雜誌 可以令到第一 令到他們知道 還有很多他們的朋友 關心他們 還有希望他們的心 仍在這裡 不要因為被監禁而失落和灰心 留在香港的 他們都曾經怎麼都會想過 是不是已經丟下我們 甚至乎 不要說我們離開了香港的人 甚至乎可能大家都身處在香港 但是場內和場外 都可能會覺得 你們是不是已經丟下我們 是不是不再來我們 因為事實現在是 有很多的支援是沒有了 例如寫信已經越來越少 不要說金錢上的支持 而是探望 在陪他們上庭的旁庭 甚至乎寫信給場內的手足 都已經是越來越少 所以他們有這樣的感覺是正常的 更加上現在的移民潮這麼嚴重 令到他們更加加劇了這種想法 是會有的 所以其實不是解決不了這件事 如果大家肯高台貴手寫一封信 多些去寫信給他們 其實很多組織都是有收信 代他們收信寄給他們 其實多些寫信給他們 這個感覺他們就會減低了很多 在14年台灣太陽花發生的時候 有一個香港人 胸前背了一個牌子說 香港已經死了 請台灣人站在香港人的屍體上 想你們的路 那我當然非常感動 所以我就開始關心香港的事物 所以我覺得今天既然香港人過去 有這樣的香港這麼支持台灣的民主自由 我覺得我回來台灣後 我當然有必要去了解香港人在台灣 生活的困苦 希望能夠盡自己的力量幫忙大家 321追新聞 請問你 請問你 各個地方 扶持人 為何